今天在Adobe里面又发现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这个软件叫Adobe Express 这个软件它是一个浏览器里面打开的 不是一个等无力的一个APP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桌面上面 这个是一个就是Creative Cloud里面发现的这个Adobe Express 以前我可能有见过但没有去留意它 在浏览器打开 打开里面它现在出了一个Beta版里面 也是有AI生成图片的 当我们打开这个里面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一些模板 很多模板很多项目直接可以用 对它里面有生存海报 还有Facebook传单微章 这里面有特别的东西 这个不是重点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Express里面有这些东西是可以生成的 下面去背景调整头像大小 它也相当于一个网易版的Footshop来的 但是它也有很多模板可以直接调用 但是我们先看看上面上面有一个 打开Dobe Express Beta版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生成式的AI 对你看看 打开以后这个Beta版里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这里可以有文字生成头片 文字效果 快速操作 这里面有很多新模板直接可以套用的 我们的目标试试看 我们看一个生成式的AI 也就是文字生成头片 上期我们视频不是做了一个戒指吗 那个狮子头的戒指 我们现在把这个关键词拒备过来 然后直接生成 对这个生成时间会慢一点 Fairify里面的一个效果 应该就是说把Fairify Combine在里面来 就是结合在里面一起 运用这个模型去做一些AI生成头 所以大家看到 A进来以后 这个生成的头片 跟Miriguron也生成的头片还是有点差别的 对我们看一下Miriguron也生成的头真的是很精美 这个是它的放大头 超精美 但是它们生成的头就 它们生成的头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它这边一样的像生成头里面 里面会有一些选项 对这个就是它生成它的一些风格 这个就比较魔幻了 真的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这个它生成的头片 就是加了我们一起效果以后 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看起来也是很魔幻的 当然我加的是合成波跟素质艺术 所以它生成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效果 这样子可能会 因为现在AI生成都是一个比较CG的一些头片出来 大家真的是 空性不是很高 但是可以生成一些另外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这个就是我主要给大家讲讲的 这个它里面是有AI生成的一些工具的 大家可以去利用它 玩法大家可以就去试一试 OK那我们今天就简单到分享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